好的 建设银行进行一个公股 然后现在已经有超额认购就是1.3倍 我觉得呢 在公股以后呢 它可以巩固就是核心的资金充足比率 所以对于它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 而且不过呢 目前内银股呢 总是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上涨动力 因为在内地来讲呢 还没有增加一个存贷的利率 所以在经税差扩大方面还是存疑的 另外呢 在明年度一个新增贷款的目标金额 有可能就会降低 所以他们的借贷的收益 有可能就会减少 所以整体来讲呢 内银基本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面影响 不过呢 因为种种的政策还有因素 所以我觉得它受到投资者追捧的机会会相对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挑损的话 应该内银股这个板块 在未来这一年 应该不会是最注重的一个板块 并且现在我们在身边exist煮比较少许洛 大价格我们将 오른几本来 当我召目大概为man样才能吃